大家好,我是Stan 新人女团Lyserapin 宣布成员King Adam停止活动 暂时会以五人体制进行活动 昨天,示威者Amo通过法律事务所发表立场后 今天下午,Lyserapin所属公司也正式发表了立场文 委托法律事务所的Amo 在学校拍摄了只穿着内衣的同学照片后 使用其他朋友的账号公开上传到社交媒体上了 这是在法律事务所提到的处置通知书上也有记载 因为Amo的这种行为而愤怒的King Adam与朋友们向Amo抗议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切的肢体暴力行为 Amo承认了自己的过错,但是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反而是指控向自己抗议的朋友们是加害者 邀请召开学校暴力委员会,自己转学到别的学校了 就这样,King Adam与朋友一名收到了处分 然后也详细说明了学校暴力委员会的内容 King Adam在2018年中学一年级的时候 有接受学校暴力委员会的处分 但是这是因为先做错的加害者Amo申请了学报委 导致为了帮朋友出气的King Adam被指控为加害者的事项 King Adam与Amo在中学一年级的2018年3月4月曾经是好朋友 但是因为一些事情争吵后 与Amo关系好的男同学们想要对King Adam施加暴力等威胁后 King Adam就没有再跟Amo继续来往 之后Amo拍摄了与King Adam关系好的Dmo只穿着内衣的照片 上传到社交网站上 当时Dmo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包括King Adam的五位Dmo的好朋友代替Dmo向Amo抗议 因为好友的照片外谢尔生气的King Adam单独又找了Amo抗议 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说脏话 Amo承认了自己的过错 但是这个行为并没有在学报委受到任何惩罚 然后Amo就以King Adam与朋友们集体欺负自己申请了学报委 替受害者Dmo出气的King Adam与另一位朋友以加害者的身份 Amo则是以受害者的身份召开了学报委 而在学报委结束之前 因为照片受害者Dmo的要求 有提到Amo强制转学的过程中 Amo自己先选择转学了 有关2018年6月召开的学报委 有很多学校的同学们知道核心内容 也有可以作证的第三者 King Adam也是霸凌受害者 因为被召开了学报委 在学校开始散播了有关King Adam不相话的谣言 海卜最后表示 公司透过于King Adam商量后 决定暂时停止活动 专心治疗受伤的心灵 在King Adam恢复后回归之前 Lisera Pim暂时先以5人体制进行活动 在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King Adam收到的薛报委5号处分 到底是怎么个程度的处分 首先对于霸凌处分 有1号到9号处分 数字越大就是越糟糕的意思 而1号到3号是轻微的暴力 大部分都是互相打架 或者是轻微的排挤 一般会以道歉 校内支援服务就可以结束 也不会在生活记录部上留下记录 但是从4号处分开始 会在生活记录部上留下记录 一直到毕业后的两年 而5号处分是 学生以及学生家长 需要接受校内外专家们的特别教育 6号是停课 7号是降级 8号是转学 9号是退学 然后根据韩国教育部的官方回复 5号处分是 判断加害学生 透过志愿服务室 无法自我反省的时候 会接触专家的帮助 改善对于暴力的认知 能够自我反省的措施 然后另一位教育部有关人士 对媒体表示 学报为每个学校的处分 虽然强度都不一样 但是Kingana 以加害学生标注在文件上 所以一定有霸凌发生过 因为每个学校的处分 都会有部分差异 所以5号处分 到底是哪种程度 只能以实际受到 4号处分的例子来比较一下 2021年在韩国梁山 4位女中学生 强迫另一位女中学生 A某喝了两瓶酒 而因为被强迫灌酒的A某呕吐了 加害学生们就将A某的手脚绑起来 让他跪着殴打了6个小时 然后还在A某的脸上 写下人生攻击信的内容 甚至还拍下了这些 传送给其他朋友们看了 这4位学生们收到了4号处分 而今天 参加过学报委的律师 在网上发文表示 因为抱着孩子们长大后会变好的期待 所以很难给予 会留下生活记录不记录的严重处分 我曾经看过性骚扰受到4号处分 今天竟然能在演艺新闻看到5号处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受伤的心灵 真的是犯圈历代级的发言 还治疗受伤的心灵 先治疗人品吧 像A某抗议在这个过程中 没有任何肢体上的暴力行为 用这个能受到5号处分 我笑了 嗨不 你们以为学报委是开玩笑吗 应该要向教育部与学校提出抗议吧 你们说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 还受到了5号处分 现在真的很好奇 King Adam的父母亲是谁 是嗨不的大股东吗 管他是5号还是1号 霸凌本身就是个问题不是吗 如果是问心无愧的 不要只对弱势受害者这样 也去反驳一下教育部吧 但是也看到了这样的留言 不要把重点指放在5号处分 公开的事实跟真相有可能不一致 也有可能是两个人互相打架而已 嗨不都能说到这个地步 应该也是有很冤枉的部分吧 真的希望能解开真相 所以对于嗨不的历程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